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明清 來臺灣參加學術研討會了 但是又被綠營嗆聲 很多人記得兩年前 他在臺南孔廟被推擠跌倒 那麼市議員王定宇 後來是遭到判刑四個月 但這段期間 張明清並沒有來臺灣出庭 所以在今天綠營的市議員參選人 就說要替王定宇討公道 特地跑到會場去嗆聲 學術研討會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 長驅直入登門嗆聲 主辦單位人員殺過來 一把搶下抗議海報 把人請出去 是替我的大哥王定宇討個公道 如果張明清真的尊重 臺灣的司法的話 為什麼在審理的過程中 我們有公文有文書到中國去 為什麼張明清不敢來到臺灣 他那個抗議有被嚇到嗎 這怎麼會嚇到 我怎麼不至於那麼退弱 因為上一次來的抗議更厲害 我在台南藝術大學 有幾個人都衝到演講台上去 沒有必要採取這種方式 這個我想要做一個 文明社會起碼的禮貌 不怕不怕 拍照時張明清還能夠咧嘴笑 不過2008年 在台南孔廟有過跌倒的經驗 張明清這回學乖了 要參訪的地方呢 都是跟這個議題有關的 有機會還會去台南嗎 目前現在沒有規劃 我想以後還有 也有這樣的規劃 推擠事件 事隔兩年 張明清首度來台 行程從中部到花東 通通有 只是就算不去南部 想要避開抗議嗆聲 卻沒有那麼簡單 明清選舉官 軟炳咒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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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